Choco抗疫進修廚藝系列 問問在家裡的大廚Choco小姐 請問今天會煮甚麼給大家試試 各位好,我非常開心 因為上星期這個東陰宮三三 獲得大家非常多的愛戴和支持 所以今集我決定不做泰國菜 我要再成勝追擊到台灣 今集做台灣的飲品 做飲品,你現在越來越保守 超壞,以前又開油鍋又蓋又煎又炸 因為時間的問題 現在也好,我覺得保守也是好 有時比較輕鬆,有時比較輕鬆 聽聽的聽眾都可以因應去煮 因為今天的食材 我自己覺得用打汁的方式去呈現它的味道 和它的質感應該是最好的 今集的主角是台灣的朋友 由台灣的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 我覺得這個苦瓜很漂亮 因為我想說這種苦瓜 老套一點也會這樣說 是甚麼時候見到呢 就是你去台灣旅行才見到 其實香港比較少 忽然你在本地的街市會見到台灣苦瓜 而基本上你看到這些苦瓜 在台灣的時候 已經是去到某些夜市 去到某些果汁店 在外面見到很多不同的水果 就會見到這麼漂亮的台式苦瓜 我想問,因為我都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苦瓜 而今集為何選擇白玉苦瓜 是純粹這個星期 大家都應該吃傻,吃到傻了 即是吃粽,應該會吃到很飽,很肥 然後因為苦瓜汁也會讓你們清熱 可以解製的 有一點清新的感覺 我自己選擇它 因為每個星期都好像媽媽們一樣 會逛這個超市 不時不息 剛好超市入了這麼漂亮的台灣白玉苦瓜 它真是腳刮廊那麼粗 誰是腳刮廊 我問清楚 你們不用全滾 如果好像我的腳刮廊那麼粗 那就值得買 但我想說,這個台式的白玉苦瓜 對比香港本地苦瓜,價錢方面會貴一致 會貴很多 我現在給Facebook的朋友看看這個白玉苦瓜 坦白說,它真的非常漂亮 原來它有一個歷稱 原來它是苦瓜界的 美人 白雪公主 你這樣說就可以了 你做了那些動作 不會令大家形象化到白雪公主 放心 我今天選了這個苦瓜界的白雪公主 去搭配這件事 你猜一下 因為其實它也有我前手臂那麼長 差不多 它的粗度我手臂比較幼 你們猜一下,這個白玉苦瓜 我猜嗎?這個白玉苦瓜應該… 因為我看到其實它也挺大塊 對比原理的手臂之後 所以我想這個白玉苦瓜應該可以去到… 四十多元 四十多元 Tristan呢 我一向不是吃苦瓜 對這個苦瓜也沒有興趣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價錢 但是我剛剛聽到我們監製說 好像他買日本沖繩的苦瓜 一個像你那樣大一個 也有六十多元 我想日本和台灣差一點的時候 可能買到四、五十元 兩位都非常貼近 今集這個苦瓜,好 五十元 我覺得真的很貴 算貴,因為其實以你的經驗 你今天打算炸苦瓜汁 你猜這塊苦瓜… 你自己切東西,小心點 這塊苦瓜可以到最後 可以成為多少杯的製成品 我覺得是看你是否一個黑心的商人 即是你加水 你加水,你會沖很多杯都可以 但是以那個濃郁度來說 我保守 保守估計六到八杯 我現在就把苦瓜已經砍開一半了 青江冰山砍開 要撩在裡面的浪 對,要撩在那些浪 而且其實苦瓜裡面 也有一個白色的深的位置 你們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苦瓜來源 如果我這次還不能加熱的情況之下 那就最好把它掛起來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做苦瓜汁 不用綠色苦瓜就可以了 就像五青汁一樣打 為什麼要用白肉苦瓜呢 是有原因的 除了是白雪公主之外 就是因為他在苦瓜的界別當中 他是最不苦的 已經是比較甜者而的角色 而且他本身是要比綠色的苦瓜 再脆一點 還有水分再多一點 如果你打醬汁的時候 你就會多汁一點 還有有一股清香 試試吧,Tristan 如果苦瓜不苦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如果苦瓜不苦就不應該叫苦瓜 如果要這樣 他沒有禁苦 因為現在你說太苦,我喝不到 而且如果你這麼苦,你只是喝 你可能會受不了那股青味 你也知道 我想說從來香港吃苦瓜菜式 我以前都是不行的 我覺得太苦,為什麼貼錢買難手 有這種感覺 但自從我有個朋友在沖繩結婚 我們整班人就好好蕩蕩去到沖繩 其中一間餐廳 他也請大家吃幾頓飯 其中一間餐廳吃了沖繩的苦瓜炒蛋 我吃完之後 我覺得我對苦瓜重新認識 綠色還是白色 其實是綠色的 而且沖繩的苦瓜 他們做得切成一條條 像笑眼一樣,小小粒 我第一次吃得驚為天人 我發現原來苦瓜跟香港吃的 原來的名字一樣 味道可以不同 但味道不一樣 那個劫的程度是相差很遠的 自從那次… 爽的 爽的也是爽的 自從那次之後 我回到香港 我再吃香港的苦瓜 因為我也想追尋苦瓜的味道 即是你開闊時 你吃到香港的苦瓜 是呀 哇 當然,可能你跟煮法有關 剛才聊天都說 其實如果我吃苦瓜 我喜歡吃哪種的煮法 就是黃金苦瓜 即是有些鹹蛋黃 鹹蛋黃 中和下的苦味 又或是豆豉炒 那種做法 都會令苦味相對減半 但當然在本地苦瓜 通常很多會做苦瓜都會知道 就是視乎你做之前飛水的情況 如何令苦瓜的苦味 可以走近一點 但那次沖繩苦瓜的體驗 真的令我完全重新認識苦瓜 伊人說苦瓜是半生瓜 但我覺得我自己不用去半生的時候 都已經可以應付到這種味道 我自己最喜歡吃苦瓜排骨 因為苦瓜排骨有士椒的香 加上所有調味料 其實那件事有好東西的味道 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苦瓜 對我來說是一個惡猴 所以我覺得今集白肉苦瓜打的菠蘿汁 很適合朋友 如果你去台灣 你不想每天都手搖飲品 這些其實都比較高糖 比較重量的 喝西瓜汁 蘑菇汁 還有白肉苦瓜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挺清涼之旋 有聽眾說留一點核可以再種 有聽眾說白雪公主要加一個小矮人給她 即是你倆一個做小矮人嗎 還是我做小矮人你做個王子 我不高而已 但我不一定是小矮人 不是我做個小矮人 不要讓我做王子 快點親吻白雪公主 隔夜菜都吐出來 但我想說今次不是 因為她反映叫我親吻公主 但真的 你不要 我就是這樣說 我都沒有認同 小矮人你知道這裡有好愛嗎 這個故事當中 有些好愛可能不出去外出 我不知道 我只可以說到這裡 但今次這個苦瓜汁 你的處理方法又簡單一點 又不牽涉明火 今次應該安全很多 我只要你切東西要小心一點 這是另一件事,對嗎 這是… 我最近買了一間超市的玻璃 然後有一個台灣金鑽的玻璃 很棒 即是即買即切 即刻切粒 又可以切條狀 又可以買了整個 回到79元的時候 然後我老爸都… 開心嗎 很棒 吃光了,清光了,很甜 但我覺得甜得好像整個菠蘿 好像加糖水那麼甜 很誇張 其實有時候你在台灣夜市 你都會看到某些水果 你會覺得你吃下去的感覺很神奇 即是為何可以這麼甜 即是為何可以這麼入味 要不要示範 因為我差不多要打枝 你可以說你的最後一句 不要緊,我沒有說我的最後一句 你可以說我的最後一句 很可憐 因為它又沒有火險 又安全 同一時間 它要完成自己的菜式 這件事的成功率又非常高 可以說是一舉這麼多 真是不得了 很香 打完之後很香 你放了多少個菠蘿 一小菠蘿 兩菠蘿 然後再加了四到五片蝠瓜 你當是剛才的五份一左右 我想問 有沒有下蜂蜜 可以下的,但我沒有特別 你有沒有加水 是不是一點水都不加 它以為你打些渣出來 如果不加水的話 抱歉 它以為裡面有水份很多 我通常是,譬如你炸橙汁是不會加水的 不,那你炸的水份多 你剛才看到它 劈在虎瓜裡面乾燥燥沙漠 哎呀,今集很漂亮 我想說今集 我覺得跟上一集有分別 你知道這個分別在哪裡嗎 就是今集沒有鳥在外面看著 下雨啊 我找不到鳥來偷吃 因為今集也會香味俱全 只不過你的香味沒那麼容易傳到外面 我覺得今集真的太簡單了 我只覺得是史上最簡單 聽中正說不收貨 你的直播這麼快 這麼快就完成了 通常你到尾尾59分 還未完 總之想看我最貧能 然後最驚慌得到 通常最後都說 Choco,你只剩30秒 30秒就好,弄完它 或者拿一個準備完的版本出來 但不要緊 我想說其實台灣在喝苦瓜汁 或者吃胡椒餅等等 我有一個有趣的經歷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在疫情之前 我每年都會跟一些傳媒籃球隊 都會去台灣比賽 其實能夠去台灣 除了比賽之外 當然可以去夜市吃東西 一群人好好蕩蕩蕩 而那群人裡面 基本上有幾位人兄 他們的國語能力 是真的差到不能 即是去到一個地步 他們是怎樣說國語的呢 他們是純粹用廣東話來說國語 即是純粹把廣東話轉一轉 不好意思 我想要 類似這種 大產巴小廠 我覺得你也好像說得好一點 話說 真的嗎 我位朋友上了的士 他們說一句 麻煩你我要去 斯林耶斯的濕之撈喉 然後我就說 濕之撈喉 他說你去哪裡 然後最棒是司機說 可以 沒問題 聽得到 聽得到 他就說司機你也好意思 這樣也聽得懂 然後已經夠過份 不是的 我想說那些司機會聽廣東話 斯林的濕之撈喉 這樣也聽得出 出去哪裡 上次說的壞 上次不知道我朋友真是壞 在台灣搭的士 那時候我的朋友就說 喂 很快就到了 不是啊 我看你這麼多時間 不是啊 這麼快就搞定 不是啊 我有些黑妞少說 給你說 給你說吧 我不想 顧著自己找人再說 我怕你全都說了 我不喝 我不是 你全都喝了 你都還在說 再多喝一杯 再多喝一杯 喝完之後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 散熱器 其實刀片的鋒利度也有影響 我這個不算是極級鋒利那些 所以我打完之後 其實你依稀都會有少少菠蘿小粒粒 或者是那些白肉 不是白肉的 白肉苦瓜的小粒粒 有這個味道 但是我發覺喝完之後 真是顛覆了大家對於 五青汁或者苦瓜汁 這些類型都感覺不到好 覺得很噁噴的味道 它完全是很清香 那個苦味其實都基本上不是太出到 因為可能畢竟你用菠蘿都是比較甜的 用蘋果可能會再突顯苦味一點 就看看你自己是否喜歡吃苦味的人 有聽眾說要求Choco用國語去介紹台灣的苦瓜汁 即是你要吃台妹 當然可以啦 稍等 聽眾你真是太不了解這位家的女人 她瘋起來真的不是人敢 我首先要提醒你 我告訴你帥哥 我首先要提醒你 我希望這位主持你的發音要準確一點 當然可以啦 盡量準確 可以很危險的 給我三分鐘的時間好不好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喝這個白玉苦瓜的鳳梨汁 好不好 那這個鳳梨汁裡面有很豐富的維他命濕 大哥這個詩子都變成國語 維他命濕 不要以為我聽不到 喂聽到有風味了 有風味了 你喝完以後就可以像白雪公主一樣漂亮 還有我們可以變好壯壯 因為他有很強的保護我們人的氨基酸 是否有氨基酸 聽得懂 氨基酸 聽得懂 然後你喝了以後不會要小心 比如說女生身體比較涼的話 就不要喝太多苦瓜 不然月經來的時候可能會痛痛 好不好 帥哥 80塊一杯 80塊一杯 謝謝 太好了 真的 我沒氣了 真的 我不想只喜歡台灣 如果台灣 你只是看我這樣 不是 有彩蛋就等到 你演繹得很好 你演繹得很好 所以今天這杯苦瓜汁 你自己做了一個最主觀的客觀的食評 究竟這杯苦瓜汁 你自己給多少分 我給啊 我給啊 我看一下我就是專門想你給分 我看你知不知醜 我看你臉皮有多厚 摸著良心來說 我覺得跟台咩可能有一點處理 我們要以客為先 我覺得這杯 如果我在台灣那麼多 我不會按摩 但是如果 算你老實 你從事電台那麼多年 你最老實就是今天 不過呢 我想應該是因為你去台灣 有台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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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非常好 那我過去就 就應該喝回比較地道的風味 但是清熱 清熱解暑 又好喝 那就 今集想拿回來給你們 我最喜歡你帶點東西回來 當然要 神經病 我們主持之間互相支持 有菠蘿汁給我喝 留意 他完全漠視你今天的主角 你可否做完三文字 他完全和你今天煮的東西無關 兩位帥哥 不要開玩笑 我們下一次再喝好不好 好了 所以今天聽眾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天Choco做的苦瓜汁 最好以後還是保持這種風格 就是做出來的產品又安全 做的方法又安全 那就萬無一失了 一家大曬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在YouTube上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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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